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发了一个视频 昨天我们聊的话题是 我们用采棉的功夫来锻炼松腰 就是我们采到棉花然后下去 然后腰松开了 那么用这种采棉的办法来松腰 那么昨天呢 今天呢我们补充一点补充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采棉下去以后 这个一定要怎么样呢 把全身都采下去 不采下去了 不是光腿下去 那么整个我们就像 我们就像采一条船一样 这条船向下沉了 我们整个人都陷下去 那么全身都是要放松的 那么在今天呢 我们昨天呢我们聊到这个脚的问题 就是脚要走路要像采棉花一样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聊一聊手的问题 手的问题 这个太极拳里有一句话 叫什么呢 叫什么体于脚 什么大于腰什么行于手指这一句话 炼太极拳的人呢都知道这句话 行于手指 就是要表现到手上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聊一聊 关于太极拳的手的问题 首先 关于太极拳的手呢 在明哥聊太极的前边有很多视频都聊过 那么今天我们 原来聊过的这个两个手 抓两把泥呀 或者手上捧着豆腐呀 那么总之 手里要有东西 就是打拳的时候 手上 我们看上去 我们手里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在打拳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边 要想着 我们的手里不是空的 是有东西的 有东西的 比如我们在掌心向上的时候 你看我 我端一个碗 要端这个碗 对不对 我们手心向下的时候 我们手背上 是要放着一个碗 但是这里有个关键 关键的是这个手里的东西 要轻 要轻 不能重 一重身上就僵 好 那么这个手里要有东西 这是手的问题 我们刚才说的行与手指 行与手指 这个太极圈的手指 就是手指头 大拇指 十指 小指 十个手指头 那么原来呀 我们明格聊太极里 说这个太极圈 手里要有东西 盆的东西 那么行与手指 也就是说 怎样才能行与手指呢 怎样使我们的契机 达到手指上呢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来重点聊一聊 手指头的问题 手指头 这个手指 我们说是刚才说了 手上有东西 我们呢 要想行与手指 我们在打套路的时候 在太极拳的练习当中 手指头上要有东西 你看 比如说 我现在大拇指向上 我现在大拇指向上的时候 大拇指上 要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 你自己平常 你的生活经验上面是什么 就是什么 比如上面有一个酒杯呀 或者是这个手指头上 有一个苍蝇呀 不要让它飞掉呀 手指 那么当这个转过来的时候呢 你看 转的时候呢 这个其他的手指 在一个一个动的时候 这四个手指上 都要有东西 比如说 我现在转到上面了 这时候 手指头上 都要顶着一个东西 或者这个手指头上 顶着一个手帕呀 都可以 也就是 你那十个手指头 在打套路的时候 都要有东西 都要有东西 那么在我们这个 有这个电视节目 大家看到 东北二人 二人转上面 有一个把这个手帕这样转 一转 手指头一转 把这个手帕转 这是就手指头动的 那么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手帕 动 动 手帕在动 那么 哎 挑起来了 然后这样挑起来了 这样挑起来了 手指头上 一定要有东西 才能锻炼 心于手指 那么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感觉的时候 你先慢慢找这个感觉 这个手指头上是有东西的 你看 这个小拇指有东西 这样大拇指有东西 这样上面中指有东西 总之 你在运动的过程中间 每个手指头上都是有东西带着走 这样呢 在打套路的时候呢 就能够把契机行到手指上 那么我们找到感觉以后 在打拳的时候 哎 哎 手指头上 手指头上感觉要挑着东西了 哎 你看 我的手指头上是有东西的 哎 手指头上是有东西的 我们 以前聊的这个太极拳的练习当中 我们说手里要有东西 手里要有东西 是整个手 手的上面有东西 手的背上有东西 那么今天我们聊的是 行与手指 行与手指 手指头上要有东西 手指头上要有东西 手指头上有东西 你这个 你这个契机 才能起于脚 打于腰 行与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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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像冲着东西 这样你的契机 你的意 你的气 才能到手指上 这样去练习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聊的是什么呢 就是 怎样才能行与手指 那么 你的气 你的静 你的什么也好 不管是静也好 是什么也好 你要想打到手指 的锻炼的途径 是什么 就是把每个手指头上 想象的是有东西的 是有东西的 是有东西的 就是这个小方法 给大家聊这个方法 希望呢 大家能够在练拳的时候 时刻想到手指头上 是有东西的 那么你打这一路拳 重点就练着一个心与手指 就行了 那么练一段时间 你就知道这个心与手指的 好处在哪里了 好 关于心与手指这个问题呢 今天呢 我们就聊到这里 其实呢 在民歌聊它一前面 其实已经都聊过了 只是呢 就是有的 有些朋友 他没有看到那个视频 有时候呢 就是说呢 他看到这个视频了 他和这个 就是说他 或者没找到有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聊这个心与手指 大家还要注意一点 手指动的时候 不是单纯动手指 是从脚上动的 我们动这个手指 我们动这个手指 是从脚上动的 也就是说 这个气机起于脚 行于手指 这个呢 注意一点 昨天有一个收看的朋友 这个收看视频的朋友 说我什么什么 我锻炼达不到 炼不 照民歌这样炼 这个 没有炼好 那么如果你找不到感觉 不要着急 你明哥在明哥聊太极里 聊的方法 如果你暂时 找不到感觉 你就不要练 过一段时间 你总会有一天 你会明白 不要着急 不需要着急 如果你找不到感觉 也不 也没什么关系 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 全部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那么 欢迎大家转发 点赞 关注 收藏 收看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 谢谢大家